繼續來看到一個意外的消息 有一名為西南住在地前開車載到處理的人到新中型的塔塔家出頭 會保重近四點沿著阿里山公路路線想要回到台南 在阿里山公路九十四點八公里處 疑似是三票路就失控 全都在山上了後 在哪卡在水果欄內不能喝 一車四人經過救護人員三翁雄林聯合衛生室來檢查 豪格在上説沒什麼要件 鄉林的衛生室來救救 下線相舉今日下午十六時 結果民眾報案有意來自小客車一致未閃避落實 不慎擦撞山壁 本分隊獲報後立即出動救助機材車以及救車火速趕往現場 那據瞭解 該車是從南投縣經往新中型公路要往阿里山遊玩 那以途中不慎發生擦撞撞到山壁 車上有兩大兩小各兩男兩女 據瞭解是家族出遊不慎發生意外 經檢視以後大人以及殺害 經由多處擦傷 立即由本分隊同仁救護車送至香檸衛生室救醫 驚豐調查 二月台有四十歲的衛生家室並沒有出貨 有可能是因為恍神 在阿里山公路94.8公里處自己撞到山壁 一家四口經過救護人員 三翁向林聯合衛生食料 經過檢查報仇上口 無大愛已經自己離開 世心新聞正義上阿里山兄 蔡宏博德 請監管與無分流 下五個都市 嘉義市無分系統第一期第一票 原來的地方 上五個都買了 這次真的不做不知道 可以有這麼大的改變 外換池是可以從家裡 把它排除之後 那真的什麼味道都沒有了 嘉義市的城市願景 就是要全民共享世代宜居 和世界各大城市所追求的SDGs 永續發展目標的精神是一樣的 我們來繼續努力 為家義市的未來 認真建設 其中污水改善 是我們重要的一環 在拆起來的東西 因為它很爽亂一點 我是說 阿部我們這裡要做一個綿化的價值 真的這個工作 做得很好 嘉義市污水下水道第一期工程 實施期程到113年 總共的經費有達到43.8億 那我們主要的實施區域 是以鐵路以西的區域 那我們分為9個標案來執行 目前第一標已經在11月底 順利來完工 那後面的2345標也施工中 所以嘉義市政府 在污水下水道工程部分 非常努力積極的來推動 家義市保倫地到有長照 還是生活環境 市府團隊都用心的規劃 執行建設 讓環境永續 留給下一代美麗的家園 讓嘉義市超越嘉義市